由国立台湾图书馆馆长曹翠英 总统府执政姚家文 关海文教基金会董事长周清裕 以及国立政治大学名誉教授林修彻 一起揭开新书《咱家人》 曹翠英表示 这本后达500多页的新书 是源自1934年日治时期 台北周为了推动乡土教育 鼓励边修乡土教材 由日籍教师负责撰写读本教材 共计57个单元 其后再由该校校长三桥安郎 编辑修任 成为当时认识基隆的素材 也是当今回溯基隆发展的重要读本 早期也编了他们有57的单元的 相关的教材教法 然后让小学生 他包括有公校跟小学校 那公校或者是给台湾人 或者小学校就是给日本人 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元素 真正的是要落实我们说 中小学的扎根 当然我们去年开始复刻这本书是有意义的 一方面我们是教育部指定的 本土教育资源中心 二方面我们也是台湾学研究的重症 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传承 我们希望将来的孩子 更能够了解爱乡爱土 而这本《咱给人》重新编修时 特别以原件日语 台湾台语以及华语三语对照的方式翻译复刻 曹春莹表示 除了让读者可以清楚认识原书日文内容 同时还可以学习华语和台语 期许让馆长读员可以同步运用在台湾学的基础研究 本土语言以及教材的建构和推广 这本书有非常好的特色是 每一个单元林修册老师 都把它用了华语台语跟日语的方式来做 甚至是音标都标出来了 这是跟别的书不太一样 它有五百多页很厚重 但是代表的是林修册老师 跟团队的整体的一个心意 我们希望将来孩子 不管学日语也好 学台语也好 当然学我们说华语 他都能够一口气了解三种语言 在这本珍贵的乡土教材中 可以清楚地看见基隆这个港口城市 不仅是转运东亚物产或向外输出台湾资源 也是输入最新现代文明和生活方式的门户 更是台湾认识东亚汉世界的窗口 书中除了介绍基隆的地景、环境、文化和现代化建设以外 还富有经过日志时 基隆要塞司令部审核通过的照片 以及全台独一无二的卡鲁达歌谣 希望能够作为未来基隆的教师、学子和家长们 得以共学、共编一部新的Languerang的参考 记者赵世元新北采访报道 感谢您的生活方式 世界上新北采访报道